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变化 本公司将调整收视户零贵缴费的时间 原本零贵时间到晚上9点 4月15号起 晚上零贵时间直到晚间7点半 而本公司也会适度调配办公人力 让服务不打折 大家携手为防疫工作而努力 国内新冠肺炎截至目前为止 只剩下5个县市保持零确诊 花莲台东就是其中2个县 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变化 本公司将调整收视户零贵缴费时间 将原本零贵时间到晚上9点 从4月15号开始 零贵时间直到晚上7点半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在以柜台缴费的时间有稍作调整 那主要是要减少群聚感染的机会 那也是保护我们的客户 也相对要保护到我们公司员工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原本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 的上班时间 现在调整为到晚上7点半 那公司的服务电话呢 一样没有变 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 除了有电视无法收视的部分 或者要新装机的部分 都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来 本公司也针对疫情成立了应变小组 并透过适度调配办公人力 完成分流上班的准备作业 目前乡亲零贵缴费时 也有各项的防疫措施 以利业务能够顺利进行 也可以让服务香气的品质不打色扣 大华联新闻总和报道